上午9点相关人员步入高雄殡仪馆 进行台南区域会理事长林世杰的CT断层扫描 从现场监视器以及踩阵研判枪手 至少正面开了多枪 林世杰身上多出伤口 也罕见的从台南送往高雄 由高雄法医研究所的CT设备做检测 发现部分子弹仍在实则体内 今日下午将由法医师在台南势力殡仪馆 进行解剖鉴定及枪创弹道比对 林世杰身中多枪 法医及检察官初步判定 对正面至少开了11枪 致命伤在颈部以及胸腔 是否身上有6发子弹 得利用CT断层扫描加上解剖 才能完全确定相关位置及伤势 林世杰女儿林依婷 事发当天晚间脸书发文 最期待是年底能够让爸爸抱到可爱的孙子 如今却来不及 这是我最悲伤的事 父亲被杀害 林依婷定着4个月的身孕 眼泪止不住 最近有接到有人 没有 一切都非常的平凡 非常的正常 爸爸的作息都很正常 林世杰近年身居检出 为人处事小心谨慎的他 过去身边都会随时有人陪 林依婷对于爸爸是否遭人恐吓 严正驳斥 态度转而低调 这是三例新闻的记者 不好意思 不受访 林世杰遭枪击身亡 除了警政界震撼 更是让家人陷入悲痛 期盼全力气凶 三选王少许 徐世宁股不仙 台南高雄报导